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丙锡酸的化学原料从工厂储槽中泄露 当局采集了三个证据样本将由化学局化验和匹配测试 环境局目前根据1974年环境质量法采取行动 除了代补两权也充公工厂的机械设备 与此同时截至下午三点 雪龙受影响地区的供水恢复率已达到96.2% 雪州水工管理有限公司指出 受影响地区的供水中断和恢复时间 将取决于用户所住地区距离和供水分配系统的水压 根据当局较早前更新的资料显示 第一组地区的水工已全面恢复 第二组地区的水工预计今晚8点全面恢复 至于第三组地区的水工预计在明早8点全面恢复 ISIS 是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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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非常好 散尤